有沒有前前後後流星雨 這樣子就可以把東西本身變得超大 而不是去調整這個畫布的比例 像這樣子一來一去一來一去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選取工具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莉莉的VR會圖小教室 好喔那我相信呢經過前幾集的分享啊 大家也一定畫出了很多很多的星球 或者是甚至你們已經創造出更多不同有創意的物件了 但是呢有沒有想過要怎麼在這個畫布之間移動這些東西呢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教大家選取工具 那一樣首先呢大家先幫我把這個左手的面板 調到這個黑色的箭頭這裡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它英文寫selection 黑色的箭頭我們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你會看到你的右手 筆刷的部分變成一顆圓球 那一樣它也是可以去擺動我們右手的大拇指去調整它的大小 那它的作用啊就很像是我們AI或者是Photoshop裡面的那個箭頭 那它竟然叫選取工具嘛就是你可以去選取物件 選起來之後呢我們可以對這個物件去做放大縮小移動位置以及把它們組成群組還有取消群組 好那以上這些功能使用的方式啊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隕石群來打比方好了 你看喔假設我今天要把這個裡面的黃色的閃電這個筆刷把它拿掉的話 像我們要如果要選取這一條火焰的話 我們就把滾輪啊調到跟這個火焰差不多大小的比例之後呢 右手的食指點下去之後你會看到這個球它在旋轉 那當它在旋轉而且變成綠色的時候呢就表示它已經進入可以選取的狀態了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食指一樣按著然後去靠近我們要選的東西 當我們從第一視角看的時候啊你會發現這個東西被選起來的時候 它會變得有點像透明的然後外框會有發光的彩色線 這個時候呢我們再把食指放開 你會看到當你選起來的東西已經變成這樣子的狀態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已經成功選到這個東西了 那接下來要移動的話呢我們就是靠近它 那當你靠近它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吸附的感覺 然後呢這個外框線會有藍色的包含你的手把都會有藍色的外框線 包覆在藍色的框線裡面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右手中指按下去就可以去移動這個東西了 像這樣子移動它 所以呢 假設你覺得這個隕石裙我想要把這個火焰放到旁邊一點 或放到下面一點或是放遠一點就可以這樣子去調整 或者是其他的也可以 比如說像這一個想要讓它到上面一點 或者是這個我要讓它下來一點 這樣子呢 隕石裙的排法就跟剛剛的排法就變得比較不一樣了 所以呢第一個方法就是靠近它選取它之後呢 中指按著然後就可以去做不同的排列組合 你就可以去移動這一些物體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移動物體的方式 那除了剛剛的這樣單個單個選取之外 你也可以一次多個選取 多個物體的選取方式呢 就是一樣我們先選它 然後再點它 然後再點它 再點它再點它 我們把每個物體都點選到 並且變成這種無彩反光的狀態之後呢 一樣中指按著 就可以去移動它們全部的物體 就可以去移動它們全部的物體 移動它們全部的物體 好喔那選取了之後啊 我們在選取的狀態 也可以把它做放大縮小喔 來一樣我們先點選它 讓它到這個無彩反光的狀態 然後之後呢 右手的中指先按著 然後右手一樣去吸附它 從第一視角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藍色的框線都包覆著這一整個物體 然後這個時候右手的中指按下去 按下去的同時我們左手也進來 然後左手的中指也一起按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是右手的中指跟左手的中指都按著 這個時候呢我們向外 手臂向外拉 或是向內縮 你就可以去放大縮小這個 你選取的物體了 超大 好像一米筍喔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把東西本身變得超大 而不是去調整這個畫布的比例 所以啊當你如果把東西變大之後 如果你今天把畫布的尺寸也調大 喔那這個東西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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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變得超大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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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很容易不小心就會把整套都選到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沒關係這個時候我們一樣 先把它整套選起來 然後整套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 這個時候右手 遠離這個物體 不要碰到它 遠離之後你會看到你的大拇指 你的大拇指 右手的大拇指在發著光 右手的大拇指有一個符號 然後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所以我們就會進入一個 取消選取模式 所以你看喔 剛剛這其他的東西都不見了 你可以想像我們是進入另外一個異世界裡面 在這個異世界裡面 你可以想像我們是進入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只有你剛剛選到的東西 才會在這裡 像這兩個筆刷 他們真的是重疊在一起嘛 所以我們為了要把它們區分乾淨 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通常放大一點之後呢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像比如說這邊 就是中間 Electricity的筆刷 那這個時候呢 我把這個 選取的 寬度 調到最細 不要碰到 上面這個 然後 點它 那個就不見了 那個 中間那個墊的筆刷就不見了 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現在被我們選取的 被我們選取到的 只有這一個 就這個東西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確認一下 旁邊還有其他東西被我們選到的啊 確認無誤之後呢 確定我們就選到它 這個時候 再把我們的大拇指 按一下 這樣就可以回來原本的畫面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記得喔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選到 外面這個玉米筍形狀的 物體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要 分開它們 就 右手 靠近它 然後 確認藍框 藍色框線都包補之後 中指按著 就可以把它們分開來了 那如果要取消選取模式的話 非常的簡單 我們回到這個面板 去點選它 這樣子 就可以取消選取模式 然後你也成功的 讓這兩個物件 分開來了 除了選取之外啊 那除了選取之外啊 像這一團東西 我其實是想要把它們 整組都選起來 然後 一起放到銀河系裡面 但是如果我的畫布裡面有 這麼多元素 我每選取 我都要一個一個選 實在是也太麻煩了吧 所以呢 Till Brush 它裡面也有 組成群組的功能喔 那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先把 我們想要組成群組的東西 都選起來 所以 像 像我已經是確定要把它們 都組成群組了嘛 所以呢 我可以 把它們 變小一點 然後選取的筆刷 調到 最大顆的球 那食指按下去 這樣子 就像吸塵器一樣 全部都被我吸起來了 然後呢 你可以確 你可以就是 再轉一轉你的視角 確定一下 你的東西 確定一下東西都被選到了 那同時 如果你食指 一樣繼續按著的話呢 你在你的第一視角裡面 是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他們都 變成中空的狀態 並且外面是有 五彩的亮光線 包覆著的 確認一下 好 當確定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想要組成群組的之後呢 我們再來 回來左手的面板 這裡 這個選取工具 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 紫層級 紫層級在第一個 這裡有一個像鏈結 Link 符號一樣的地方 我們點下去 就可以 然後 然後你會看到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面板跳出來 跟你說已經組成群組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已經進入群組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要同時移動他們 比如說 像 我如果調小一點 我只碰到這一根 玉米筍的話 你會發現 他整個都被我移動到了 因為他已經變成群組 像你在移動你的物品啊 或者是你在 幫你的作品 去調整位置的時候 還有構圖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把我們選取的東西 進射一個角度 好那一樣我們 Selection 點下去之後啊 在下面 第二個 當然你會看到 這個東西 他現在是 沒有亮起來的嘛 因為呢 你必須先 選定好 物件之後呢 再去做 近射的翻轉 當你選好之後 你看 他這邊就 第二個就亮起來了 那第二個我們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換一個角度 有看到嗎 他會換一個角度 他是近射 水平 180度 的近射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三個 第三個裡面啊 有一個叫 Select all 選取全部 點下去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看到嗎 哇 整個銀河 都被我選起 來了 我消失了 對沒錯 他的選取全部 就是會選取你 畫面中 所有 出現過的物件 那會像是什麼樣子呢 那通常什麼時候會用到 全取全部呢 比如說像 我上一集在畫銀河的時候 畫一畫就發現 這個銀河他被我畫的 太大了 EVEN我已經是調到 恐龍的尺寸來畫 但是他還是太大了 這樣對作畫的人來說會有點困擾 這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調整 這個物件他的大小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選取全部 然後當他們都已經進入到這樣子的狀態之後呢 吸取一個東西 然後呢 右手中指按著 你就可以看到 確定全部都被我選到之後呢 左手的中指 一起按進來 一起按著 按著之後 縮小你的手臂 縮小你的手臂 有沒有看到 瞬間 銀河 變得那麼小 好可愛喔 好迷你喔 我臉好大 好可愛喔 好精緻喔 變得那麼小 所以你看那我現在又調到恐龍的尺度了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畫 另外一個銀河 第2個第3個第4個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說 他的空間 畫布 是無限大的原因 就在這裡 如果你今天在 松鼠的尺度 但是你一樣 想要調整 所有你畫過的東西的大小的時候呢 不用再一個一個選 也不用去群組他們 直接把 選取全部點下去 他們就會全部都幫你選取起來了 非常的方便 好那接下來呢 是第4個 Invert Selection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選取全部之後 那有沒有一種情況是 我不想要選他 但是其他的我都想要選 難道這樣子要按 剛剛的 選擇全部 然後再 進入一空間 一個一個取消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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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這個時候就用到他第4個工具 叫做 Invert Selection 好假設 今天所有的東西 我都要選 但是我就是不想選他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把 他 選起來 確認 他被選取之後呢 我們再來按一下第4個 Invert Selection 點下去 你就會發現 他被反向選取了 有沒有 大家都被選到 就只有他沒有被選到 這個時候呢 你要對其他的東西 可以做放大縮小 都 很方便 這個就是反向選取的功能 選取工具呢 也有複製的功能喔 怎麼做呢 一樣 首先我們先把 選取工具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我們直接去尋找 我們想要Copy的物件 比如說 這根玉米筍好了 好 點選他 點選他 等一下 不要全組 好 點選他 點選他之後呢 我們的 圈圈 不要離開 這個物體 一樣是 吸附在這個物體 上面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你的 右手大拇指 他出現了一個 Copy的符號 好 我們把他點下去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他會跑出一個東西 在他的附近 那這個時候一樣 記得我們一開始 跟大家分享的 移動他 移動他 就是去移動 吸附 然後 中指按著 就可以去移動了 那這種複製方法 他是隨意的貼上 那有沒有辦法讓我們在想要固定的位置 就像蓋印章那樣子 放上去呢 有的 我們先選取一個東西 選取 中指按著 不要放 如果手指擺在上面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像是這樣子 或者是你可以同時去改變這個物件的大小 喔有沒有 前前後後 流星雨 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放大一點 這邊 然後最後一個呢 你就擺在 你想要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 你就擺在一個 你想要的位置嘛 所以最後 我們把它擺在 這裡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中指 放開 然後 回來這邊 按一下箭頭 取消選取模式 有沒有 這樣子 你就製造出了 流星雨 好啦 那這集呢 跟大家分享了 超級好用的選取工具 那大家回去呢 也可以 依照今天教的小撇步 把你所有的物件 都改變比例 或者是改變位置 放放看 也許會 創造出另外一幅 不同的作品喔 希望今天的教學 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 下禮拜見囉 拜拜 我們下禮拜見